那么第二派呢 是机械论派和新机械论派 机械论和新机械论派 这一派的观点呢 它主要是坚持物理学当中的力学观点 坚持物理学当中的力学观点 强调物理学能够获得物质的形而上学 强调物理学能够获得物质的形而上学 也就是说承认物理学的原理 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 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 也就是唯物主义的路线 那么第三派呢 是以彭加勒为代表的批判学派 这个以彭加勒为代表的批判学派呢 就强调 就是说电子的发现 在推翻了旧的物理学原理时 并不排除有更小的物质单位的存在 但是呢 无论如何啊 物理学已经进入了一个怀疑时期 进入了一个怀疑时期 那么这个怀疑时期的认识认 它所表明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物理学的原理 不是自然界的浮血印象 不是人的意识之外的某些东西的浮血 而是人的意识的产物 就是说你外面的这个 我们所说的这样一个物质的 这样一个物理学的原理 所有物理学的原理 是从我们的头脑里面产生出来的 而不是对外部世界的浮血和反应 我们说的列宁的物质定义 是不是批判这一派的 是吧 批判这一派的 那么既然这个物理学的原理 为什么彭加勒啊 这个批判学派啊 会提出这样一个观点 彭加勒是一个数学家 是一个数学家 就是当时的这个物理学啊 它是什么 从这个实验物理学 转向数学物理学 那么这样呢 也就是说 你实在的东西看不到 然后上升到初向 所以它就会从这个 数学的这样一个观点来看 所以就认为物理学的原理啊 它不是从你的 从我们的这个实验当中啊 有一个对象的反应 而是从我什么 从我的这样一个思想里面出来的 从我的思想里面出来的 一般的来说呢 就是它不是说 你这个仅仅是概念有认识的意义 而是强调这个思维啊 这个物理学的原理 是从哪来的 一般的在当时来说呢 是把这个批判学派啊 看作是处在 维能论和基建论派的一个 中间的这样一个派别 鉴于中间的这样一个派别 列宁认为如果按照这个维物主义和维新主义的路线划分呢 这两派这两派啊都是属于维新主义的 从任时任时的路线上面来画 因为怎么了 他强调经验论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啊 这是马合的 那么彭佳乐呢强调物理的原理是从我的思想里面出来的 是人们的思维的产物 而不是一个对这个物质世界的一个磨写和反应 不是对物质世界的磨写和反应 是我思想里面出来的 你比方说你相对主义的思想 这个相对论你从哪儿出来的呢 你的那个物质啊你是看不到的 你说你怎么去磨写呢 比方说这个量子力学 这个量子力学 它是从两个不同的客观和主观 它的主观啊必须要嵌入到这样一个客观里面 就是说你的我对这个对象的认识 我要把握它的话 我必须以主观为转移 如果我没有一个主观的这样一个嵌入 我是不能够这个嵌入到这个客体的 所以呢它是不可能是莫写反应 所以它就强调是唯心主义的 而这样一个基建认呢是唯物主义的 那么列宁就分析了啊 这种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他们的这样一个 就是说如果从哲学基本问题上呢 就是说它是分为两派 那么这个马和和彭佳乐呢 都是强调感觉主观的东西啊 是第一性的 而这个物理学的原理呢 是第二性的 就是说它不可能是对自然界的实在的反应 那么基建认和这个新基建认呢 它肯定物理世界的实在性 肯定物理学的原理是对自然界的反应 它是属于唯物主义阵营 但是这个新基建认派和这个 就是基建认和新基建认派呢 他们又坚持啊 这个物理世界的原子呢 它的最基本的单位是什么 是原子 是原子 所以呢这样呢 他们在思维上是形而上学的 这个呢 他们采取了什么 相对主义的思维方式 就是这两者啊 他们的思维方式呢 是相对主义的 而基建认派和新基建认派呢 他们的思维方式呢 又是绝对主义的 又是绝对主义的 强调这个原子的 就是说它不能啊 所以他们 由于这样一种思维呢 就是什么 当这个原子消失了以后 好 维新主义采取 乡类主义的思维方式 说 哦那你这个物质世界不存在了 物质世界不存在了 同样的 这个维武主义的阵营 也就是基建认派和 这个新基建认派呢 也强调原子 原子消失了以后 也发现物质也不存在了 所以呢 他们就惊呼起来了 哎怎么物质消失了 物质消失了 物质到哪去了呢 这就造成了物理学危机 物理学危机 也就是彭加勒所说的 物理学进入了一个怀疑时期 那么聂宁就把对这个怀疑时期啊 对这样一个物理学危机的这样一个实质啊 就做出了一个说明 他说什么 他说就定理和基本原理被推翻 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被抛弃 维武主义被维新主义和不可知论代替了 什么是维武主义 他就说对他做了一个哲学的概括 你们都惊呼这个物质消失了 强调这个整个物理学啊 进入了一个怀疑时期 进入了一个危机时期 列宁说你这个怀疑这个危机的实质就什么呢 就说你第一句话 就定理和基本原理被推翻了 你物理学原来的原理被推翻了 那么由于你这样一个原理被推翻了以后 那么你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就被抛弃了 大家都不知道客观实在到哪去了 然后呢就是在哲学上呢 就是唯物主义就被维新主义取代了 他说就这样一个实质 那么就产生这样一个实质的认识能根源 就是物理学危机啊 所形成的认识能根源是什么呢 列宁说有两个 一个是数学精神征服了物理学 数学精神征服了物理学 第二个是相对主义的原理 相对主义的原理 这个物理 数学精神征服了物理学呢 是因为啊 当时物理学由这个实验物理学 进到了数学物理学 所以进到数学物理学的时候 在数学家看来 因为数学它是非常的抽象的 脱离的 而这个实验物理学 它面对的是一个 你在实验室里面面对的是一个物质事件 而这个数学呢 它是和人的思维相联系的 所以这个时候人们看到是什么 抽象的思维啊 对于物理学的意义而忘掉了 这样一个实验物理学所面对的物质世界 所以呢 人们就 也就是说彭加勒所提出来的 批判的这样一个 批判学派提出来的啊 所以他就说 数学精神征服了物理学 所以人们在这样一个 数学的这样一个模型里面呢 看不到实验物理学的 这样一个物质基础 所以就以为了 就就就以为啊 人们的认识啊 不是物质世界的反应 所以他就强调第一个是数学精神征服了物理学 就是也就是物理学啊 从实验物理学呢 走向了这样一个抽象 走向了这样一个抽象所造成的 第二个呢 就是相对主义的原理 相对主义的原理 也就是马和他们所提出来的 一种把相对绝对化的 这样一个思维形式 相对绝对化 所以三种思维形式 相对主义的数学 那么这个是数学精神 数学对物理学的这样一个征服 那么这一个呢是相对主义 这个是绝对主义 是吧 所有的这样一几派都是什么 关键都是不懂辩证法 所以列理是说这个相对主义 在不懂辩证法的情况下 必然倒置为新主义 同样的和相对主义啊 这个把这个相对绝对化 相反的观点呢 只是承认绝对而否定相对 那么这也是形而上学的世界观 这就是基建认派的这样一个世界观 所以这样呢 就是说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呢 是物理学的这个唯物主义 就是说这个也就是新基建认派啊 不能解释物质消失了的这样一个现象 最后走向这个物理学危机的 这样一个认性根源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 列宁讲这个分析这个物理学 认性根源的时候 一个强调数学精神征服的物理学 同样也强调了这样一个相对主义原理 在分析了这样一个以后 列宁又批判了这样一个基建认学派 基建认学派 就是说这样一个物理 旧的这样一个 形而上学的 也就是近代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 没有提高到辩证唯物主义 就是说没有用辩证法来对抗相对主义 因此呢 只有辩证唯物主义啊 才能克服物理学危机 也就是说 你仅仅强调唯物主义啊 你是没有办法战胜相对主义的 你必须要用辩证唯物主义 要说要用辩证法来对抗相对主义 然后你才能克服物理学危机 他说现代物理学的正在走一步 走这一步 也就是说 现代物理学正在临产中 它正在生产辩证唯物主义 这就揭示了辩证唯物主义 这样一种思维产生的一个客观历史条件 它的环境 它的历史条件是什么 就是说当你这个人类思维啊 走向了这样一个相对主义 而旧的唯物主义 又不能克服这个相对主义 就是说你这样一个 仅仅是绝对主义的 这样一个原来的 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 你没有办法去面对这样一个相对主义 一个新的科学派别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辩证唯物主义的这样一个思维 也就产生出来了 这就是列宁啊 为什么要关注这个辩证唯物主义 把辩证唯物主义啊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 最根本的这样一个理论啊 从认证的角度啊 去加以认证它 那么正是在这样一个角度上呢 所以这个批判了 他的这个认证路线以后 列宁就提出了认证认证路线 和哲学党性的 这样一个原则问题 他在这个地方强调了什么 列宁所说的 哲学的党性原则 不是仅仅讲 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 而是首先讲的 两条认证认的对立 也就是说 你是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 还是坚持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 这就是这个哲学史上的 这个党性原则 党性原则 那么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呢 最后啊 就是说 才是 由于这样一个党性原则 所以他才表现在 这样一个 就是说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这样 哲学基本问题上的 这样一个对立 反映到现代社会上 社会当中 就是两大敌对阶级的 这样一个对立 这样一个敌对阶级的 这样一个对立 那么这样一个 列宁讲这个 哲学基本问题的 就是说这样一个认识路线和哲学党性原则的 这样一个关系 这两个层次的关系 表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列宁的这个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 虽然是对波格丹罗夫 这个为了政治的分析而展开的认战 但是这样一个认战 是建立在对哲学基本问题的一个解答上的 也就是说它是有它的哲学基础和哲学的根据的 哲学根据 你首先要把哲学的问题理论的基础搞清楚了 然后才谈得上这个政治斗争的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政治斗争 政治斗争他们不同的这样一个阶级的倾向 他是各自有自己的这样一个理论基础 理论基础 没有理论基础 不能就是说也可以看出来 列宁他之所以重视这个 没有这个理论基础 是谈不上这个政治斗争的 就是你政治斗争是没有根基的 没有根基的 所以这也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列宁写这个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这样一个意义 为什么他要去研究认识人问题 明明你现在面临的是和波格丹诺夫的这样一个斗争 党内的这样一个斗争问题 为什么你要去写一部大的这样一个 大部头的哲学著作 对当时的108个哲学家进行的研究 这么大的这样一个工资量 去这个研究这么多人的这样一个物理学的思想 然后把它这个 通过这个哲学的这样一个分析 把它陈述出来 为什么要去做这样一个基础性的工作 就是说你党的这样一个理论 党的这样一个思想斗争 一定要建立在理论上 这是马兹所说的 怎么你要说服人 你的理论要彻底 你的理论不彻底 你是没办法说服人的 所以你的这个政治斗争的这样一个胜利 你的这样一个 就是说胜利了它的取决于什么 你首先在理论上的一个彻底 所以这就是列宁了 为什么要返回到哲学当中去解决一个 物理学革命当中的这样一个认识的问题 这样一个原因 所以我们在这个 理解这个认识路线和哲学的党性源的时候 不要紧紧理解 它是怎么反映的两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或者是两大敌对阶级的思想倾向 不是这样它首先是有一个哲学的基础 就是说首先你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这样一个解决 这是列宁的这样一个 我们讲了它的辩认法和它的这样一个 和它的这个认识 可以说这是它在哲学领域两个最突出的这样一个贡献 那么除此以外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它的这个资本主义理论 在这个对资本主义理论研究当中 列宁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这样一个探讨啊 是它的一个非常突出的这样一个贡献 就是说列宁 我们看一看啊 也就是我们讲的第四节列宁的这个资本主义理论 那么列宁的这个资本主义理论呢 它主要是解答了 就是当时这个俄国在 也就是在19世纪的70年代 80年代一直到20世纪初 当时俄国正面临着一个什么 农民村市的解体和资本主义 开始在俄国发展的这样一个时代 那么面临着这个时代呢 当时俄国这个内部啊 产生了这个激烈的这样一个斗争 产生了激烈的斗争 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这个列宁 一派呢是民粹派 我们知道了啊 就是说这个我们前面讲了 一个是民粹派 一个是合法马克思主义 一个是经济维吾主义 那么这个民粹派呢 就是反对啊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的 而合法马克思主义呢 就是强调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 这样一个合法性 但是呢反对啊 无产阶级这样一个革命 而经济派呢 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啊 理解为这个经济决定认 经济决定认 面对这三派啊 列宁啊 是怎么去博士这样三派的 他不是仅仅在政治上任战 而是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啊 做了一个理论的分析 首先在这个理论上啊 首先在理论上 就是说这个 他面对这个 当时这个民粹派呢 在反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时候啊 他们的这个最基本的理论 最基本的理论呢 理由呢是两点啊 是两点 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俄国啊 在资本主义 俄国是天然的这个农民春色的这样一个体系 所以呢也就是天然的包含着社会主义因素 这个因素呢和这个资本主义啊 是他没有这个私有制 所以他和资本主义格不如的 那么资本主义呢 把他这个 就是说强调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啊 是就是资本主义在俄国 是能攻这个温室里面培育出来的 所以他是没有根基的 这是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呢 他们认为啊 就是说所以这个马克思主义 他作为资本主义理论啊 就传播到这个俄国来不适合 那么第二个呢 他就强调 就是说这个马克思主义啊 只讲经济决定论 而没有讲人类天性啊 没有讲人的本性和人的需要 所以他就主张呢 他就说你既然你这个社会主义 它是一个讲人类天性的 这样一个发展的 所以他要求用这个人类天性的呢 来取代马克思主义 那么这样列宁在这个 分析这个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时候 他理论上啊 就要拒绝这两个问题 就要对这两个问题 这两个理论问题作出回答 那么在这个理论问题的回答上呢 他就对维吾史观有一个解释 他认为啊 他说马克思的资本认 马克思的资本认啊 所散发的维吾史观 不是经济维吾主义 而是社会形态学说 不是经济维吾主义 而是社会形态学说 那么社会形态学说 是一个什么学说 和经济维吾主义有什么关系啊 经济维吾主义 只是强调经济的因素 我们知道这个社会形态是什么 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一个整体 是吧 它包含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一个整体 所以我们说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啊 和十九世纪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十九世纪它非常强调 因为它在自由资本时代的时候 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所以强调经济对上层建筑的第一性 而这个时期啊 它所强调是什么 经济和上层建筑的统一性 三者的统一性 所以强调的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整体 有机整体观 是不是和当时的自然科学 就是说他强调维吾主义啊 他说马克思主义 列宁认为啊 马克思的资本人所散发的维吾主义 维吾主义 这个维吾史观啊 不是一个经济维吾主义 而是强调的是社会形态学说 社会形态学说 也就是他是一个什么 经济基础造上层建筑的一个整体 他说马克思的得出这个思想呢 就是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当中 划分出经济领域 从一切社会关系当中 划分出生产关系 及一切决定社会关系 决定一切关系的原始关系 那么这样呢 就是马克思啊 他说这样一个分析啊 他就得出了两个意义 也就是说 首先马克思的这个维吾史啊 就是这个维吾史观啊 不是讲的单纯的经济问题 而是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内的 整个的社会形态的发展问题 整个的社会形态分析 也就是说 他分析的不仅仅是经济的运动 经济的这样一个运动规律 而且呢 还有社会形态的运动规律 这就是什么 一种有机整体观 有机整体观 那么这是他提出来的 第二个呢 他就说 他说正是这样一种有机整体观的 第一次把社会学提到了一个科学的水平 科学的水平 也就是说呢 用生产关系的结构来划分社会的结构 这样就把他提到这样一个 社会学的这样一个水平 所以通过这个呢 他就说明什么 就是马克思的维吾史观啊 不是经济维吾主义 而是对社会形态的分析 通过对社会形态的分析啊 来揭示人类历史的这样一个避难性 所以第二个 他就强调他的这样一个科学性 他的一个科学性 一个是他是有机整体 第二个啊 他强调这个经济对上层建筑的这样一个作用啊 所形成的这样一个客观避难性 也就是人类历史避难性的这样一个观点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